一邊打鼓一邊擺動身體 俏皮可愛的演出 京都居高校吹奏步終於來台 秀出最燦爛的笑容 準備來台慶祝中華民國國慶 居高校先來場快閃秀 已經成功擄獲台灣民眾的吸引 覺得很感動 也很希望這次的疫情 他們還來參加我們的國慶 我們非常的高興 很重要 尤其是那個打鼓的 打鼓的那個 他的那個 金替神真的太棒了 讓我們開眼界 這只是小事身受 真正的鴨香寶還沒秀出來 到時候橘色惡魔的魅力 將會席捲國慶大典 只不過這樣又催咒又跳舞 還要扛著比身高還要高的鼓 讓人好奇 不小心踢到怎麼辦 我只要打鼓的東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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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山剛剛抵達圓山飯店 居高校學生一看到台灣美食 鹹酥雞 全場歡呼 昨天他們抵達之後呢 其實就有聽到他們一直在講 這個珍珠奶茶 這段期間日本哈台 其中有一樣叫做這個古早味蛋糕 也是非常特別的 我們也會準備這個 給他們當作宵夜 你喜歡吃的嗎 我喜歡吃的 雖然這次因為防疫泡泡 舉高校吹奏步同學們 都不能下車觀光 但作為東道主的台灣 希望能夠用僅有的方式 提供舉高校最難忘的回憶 我們在台灣 靜西文操展許宇辰 採訪報導 好